商業登記證一一核對身份 復工的第一步 酒店業者派出兩名代表 來中山分局上課 學習實名之APP 怎麼操作 一個個做好好 聽著市府操作 將近53名業者 85人參加上課 現場出現了不少黑衣人 像是酒店基層員工來學習 這APP系統 由台北市政府資訊室管理 各資放在雲端 酒客之後要進入 得先拿出證件 身分證拘留證掃描核對 而要是健保卡 護照 得先掃描照片 手動填寫各資進行核對 所有資料交由市府保管30天 但就擔心實名制影響來客數 多多少少吧 畢竟各人隱私的部分 但是先營業再說啦 影響當然難免啦 所以應該是 反正就低調一點比較好 先開店才是重點 酒店副業的三個關鍵 要上課APP證書 確實落實實名制 還要消防安檢合格 目前台北市總共41家酒店業者 申請要副業 消防局這幾天一一檢查店家 一個細節都不放過 所以相對我們跟客人溝通協調 來進來的話還是最好是政店帶來 我們也不會說有什麼困擾 那如果說真的是客人不願意這樣 我們也不願意去收這個客人 我們也是拒絕讓客人進來 那超過三次的話 被抓到三次有這種缺失 那又被勒令 我們當業者也不需要有這種情形發生 只要業者被抓包 三次沒落時統統放人 就得勒令停業一個月 為了復工又防疫 業者乖乖配合政府上課 等待開業的那一天 記者黃家維李湘怡 台北報導